赖佩霞成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选的副手 他的多元身份背景也被随之翻上台面 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一本心灵书籍失落的幸福经典 可以看到译者就是赖佩霞本人 那也就是这本励志书籍的策划导读李怡静 在今天的凌晨在网路上po文爆料 他说当年出版社希望找一个名人来翻译 书会卖得比较好 因此找来了赖佩霞 但是毕竟他不是住在美国 不常用英文 所以很多英语的用法 尤其是书中英文圣经的引用跟背后的意涵 赖佩霞都翻错了 李怡静也用了很多的时间来修正他的稿子 而且是每一页都需要修改 让他几乎是将稿子重新再翻译一次 最后这本书才能在台湾出版 但是赖佩霞也凭借了这一本书成为心灵导师 而对于赖佩霞跟郭台铭的同盟 他也感到惊讶跟遗憾 他也说感到纳闷 一个自诩是心灵导师的人 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难道是为了名利吗 他选择这时候说出来 是认为如果是政治人物 就需要受到社会的公平 而对于昔日曾一起共事的人 抛文爆料 目前赖佩霞的经纪人还没有任何回应 听众人物 不认为何事 不认为何事